进入到第二个 就是外貌企业太简单 那属于白宋年分了 免退税 我给大家要形象理解 叫先征后退 太简单了 该怎么交怎么交 进项税你该交多少交多少 回头出口的是 该退你退多少 如果是征和退之间 如果也只有差不退的部分 直接进成本子 那太容易了 所以大家看应退的税额 如果你出口货物的话 怎么退 就拿专用发票上写的金额 直接乘以退税率 实际你专用发票上呢 你交的那个进项 肯定是按13交的 可是这个退呢 不见得是按13退 如果是退税率还是10呢 那等于那3%不退的部分 直接进成本子 但是如果你出口的是 服务和无形资产的情况下 你就会发现 争多少退多少 为什么呢 鼓励赢改增以后的服务企业 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所以你发现 他的退税依据 还是根据专票上 记载的金额 但是拿金额 你看了吗 乘以的是适用的税率 不是退税率 也就是说你当时 这个购进时发票上 适用的是税率是多少 交多少 退多少 他全退 而出口货物现在做不到 往往是交多少 退多少 挣的多 退的少 而服务跟无形资产呢 是交多少 退多少 这也是他差别的地方 好吗 好 这就是外贸企业啊 所以这里特别讲的 外贸企业里出口的 无形资产 一定要注意看 是不是自行研发的 还是外购的 如果你自己研发的 一项专利 然后出口 这个适用的是免底推 相当于自产了 你要是外购来的 这无形资产专利 然后你出口 那就是用的是免退税 反正都退 但是呢 方法不一样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了 这是一块 所以外购的情况下 就是免底推 自行研发的是免底推 第二呢 由于出口服务 无形资产 一定仅限于服务和无形资产 不包括货物 它的退税率 就是它的征税率 是一致的 所以当是用免底退方法时 它就没有征退之差了 既然没有征退之差 所以就没有进向税转出这一步了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征退有差的情况下 您才需要考虑进向税转出 如果征税率和退税率没有差 那你就全可一滴 就没有转出问题 所以由于服务跟无形资产 是交多少 退你多少 它的退税率一定会跟征税率是一致 所以它不会有进向转出问题 好 这两个点大家明白这原理了 看完了 我们再练一道外贸企业的 免退税的计算体 咱各练一道 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了 应付考试一点问题没有 好 看好 外贸企业 22年的3月 购进和出口情况如下 第一次国内买进的是电冰箱500台 不含税的单价每台3500 第一批是买了电冰箱 第二次买进的电冰箱是200台 不含税的单价是3480 这两批都取得了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第一笔业务没问题了 第二个 把两次外面买回来的电冰箱 全部曝光出口了 买的就是冰箱 出去的还是冰箱 跟生产企业不一样 生产企业买进来是原材料 出去的可能就是变成了电冰箱了 这是不一样的 它出口以后 离岸价格单价每台90美元 这笔出口后已经收款并且做销售处理了 美元跟人民币的兑换率是6.26 征税率是13 退税率9% 看出来了吗 征退之间有差 那它简单 它就不用有镜像转出的问题了 它就先交 交完了 然后按9推 剩下那四个点 你就直接进城了 所以外贸企业很简单 然后问大家 出口的整个电冰箱 当月应该退给它的增值税 简单吗 太简单了 知道吗 这时候再给你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离岸价是多少啊 什么什么这个 征税率和退税率之间的差异 这些都是唬你的 你想一想 外贸企业退税的时候 依据是什么 专票上记载的金额 直接乘以退税率 不就完了吗 很简单了 它就不是根据离岸价了 它就根据你购进的这个金额了 因为你购进的就是货物 出去的还是这个货物 所以就根据你这购进的金额了 它就不会根据离岸价了 生产企业 它才是根据离岸价格 好吗 那这样的话 退税额出来了吗 太简单了 就是根据你两次购进货物的金额 第一次是3500 第二次是3480 根据你这两笔购进的真正实际的金额 发票上不就记载吗 然后直接乘以退税率 完了 所以给你的离岸价呀 给你那些什么汇率比呀 没用 没有用的 所以都是糊你的 因为你别跟生产起电 别混 所以它直接按9就退了 实际你交的那个专票上写的税额 可不是这个税额 是13交的 所以这样退你9那4呢 4不就直接进成本了 不退你就完了 所以外贸企业特别简单 好吧 好 我们计算题就重点考这俩 至于第三个什么融资租赁方式 出口的这些个货物 你就记住了跟外贸企业一样 你就拿专票上写的那个购进金额 乘以退税率就完了 雷同于外贸企业一同百通 这就没得可讲了 感受一道题呗 这是一家融资租赁公司 一月份以融资租赁的方式 将一台设备出租给科威特的一家公司来用 这个租赁公司是从一般纳税人那先买进的这台设备 所以他应科威特的这家公司的需求 他先买 买完了他再租给科威特公司 他在国内买这台设备的时候 专票上开的不含税金额就是600万 然后他就出口租给了科威特公司 假设退税率是10% 那么请大家算租赁公司应该退的税额 他够进也是设备 他出去时还是设备 看出来了吗 所以他的退税依据 当然还是根据发票上的金额 就拿金额直接乘以退税率就行了 所以跟外贸企业一样 看出来了吗 直接拿金额乘以退税率 OK了 所以这些都是出现 你进什么你出什么是一致的 都比生产企业简单 好吗 好了 这就是第一个 既免又退完成任务 所以两种退税的方法 生产企业怎么算 外贸企业怎么算 听完了 大家感觉难吗 一点都不难 好多老学员说 哎呀我听不懂啊 这怎么听的 怎么都云山舞照的呀 哪有什么听不懂的呀 你只要最基本的企业的生产业务 是先构进什么 然后再加工 然后再出去 你基本流程大概能够了解一下 哪怕你不实际做 你这流程也应该清楚 就很好理解 不难不难 好吗 好这就是第四个知识点 最难的就过去了啊 下面 适用直免不退的 我们前面讲适用的是哪些个 适用那个货物啊 哪些是适用服 你能被就被 不能被拉倒了 我们这里涉及地方就是 直免不退的话 你要知道进项税怎么处理 看完就明白 这叫用在了免税项目 所产生的进项税额 这时候怎么办 对了 不能抵 直接进成本呢 就属于不能抵的了 所以这是适用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和劳务 那您这对应的进项 不能抵 当然也就不退了 那您就直接进成本了 所以它跟零税率是不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压根就没消向 所以你进项税就别抵了 哪怕你交了 直接进成本 第一个 第二个 出口的如果是卷烟 这样你不能抵的这部分的进项税额 你需要算 它是拿你卷烟中含着消费税的 因为它是应税消费品呢 它在购进这个卷烟时 它已经交过了消费税了 对不对 除除以什么 卷烟消费税的金额 跟内销的卷烟销售额 乘以当期全部的进项税额 这我就告诉你 知道就行 知道就行了 根本就不考 好了 你就知道 凡是直免不退的 这个对应的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 是不能抵 直接进成本 好了 这就是一块 发生了跨境服务 就出口服务的 以承运人的身份 跟托运人签了运输合同 然后收运费 而且还承担责任 结果呢 实际呢 又委托另外一个承运人去完成运输 这不就是我们前面通常讲叫无运输工具的承运人吗 就是他跟托运人啊 签了合同 他啥也没有 但是他直接向托运人来收取钱 生完了他二道饭子 他把这业务又转给了谁 转给了实际的承运人 但是他负责采购 并给承运人 邮费 道路通行费 他都支付 他承担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符合下列条件的这个进项税 照样可以从肖项税额中抵抠 这明白吗 这边是托运人 他跟谁签合同 他跟这个无运输工具的承运人 皮包公司吧 说白了 跟他签了合同 签完了之后呢 于是他收完了运费 接着又把这活给了实际承运人 知道吗 真正跑运输的是他 那么他在运输过程中 会形成了有油费这些费用 这些过路费 过桥费 这些都会有费用 可是他的这些费用 在跟他签合同的时候 已经有明确约定 这些费用都由这个皮包公司来承担 都含在这里面了 这种情况下 作为他本身 你承担的这些 都可以作为进项税 就可以抵扣了 是可以作为进项比了 好吗 哪些呢 成品油 通行费 都可以的 这个应该得用在了真正的 实际承运人完成了运输服务 第二 一定得拿到合规的发票 这就行 好了 这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这就是第二个 叫直免不退 没有退税啊 所以就没有计算题了 所以您就知道 不退的情况下 免税这一块对应可产生进项 那这个进项就不能抵扣了 您就直接进成本就可以了 好了 第六个知识点 叫不免也不退 那不就交税吗 相当于就 视同为什么 内销了 相当于你在国内卖货了呗 对不对 好 该交税就交税吧 这时就要看您是一般纳税人呢 还是小规模 您要是一般纳税人呢 甭管你是货物也好 还是劳务 还是服务行为 因为不免也不退呀 你虽然你是出口了 但是该交还是交 但是这个时候交的是 因为你是出口 所以照样拿什么价 哎 看好了 离岸价 仍然可以减去保税的料件金融 把那个保税的这块成本要贴除出去 贴完了除一加税率 再乘以税率 如果征和退之间 如果有差的情况下 把那个做进向税已经转出进成本的 但这是你已经交了税的 把那已经转出的部分 您再转回来 作为进向税 继续去抵抠 明白了吗 因为你之前是因为享受免抵退呀 所以把那征退不能抵的那一部分 所以你就做转出了 可是现在变成了你都交了税了呀 既然你已经交了税了对应的进向不就都可以抵了吗 已经转出的相当于再转回来 这样仍然可以从你销向税额中去抵抠 这是可以的 好 这很好理解 就该怎么交怎么交 不就视同为内销呢 好了吗 好 看完了 我们赶上这道题 为什么 你看看 他说这家企业一般纳税人 他因为伪造出口票据弄虚作假 结果被税务机关就停止了出口退税权 在我们的征管法里面 大家看那个税务处罚的措施里面不就有吗 处罚措施 没收财物 对不对 停止出口退税权不就有吗 结果同时还被查出来 这家企业曾经有一批离岸价是50万美元的一般贸易货物 已经都在账面上做了什么 做了免底退税和进向税转出的处理 也就是之前你满足了免底退税 所以你出口的这部分货物呢 你已经享受了退税了 你享受退税的时候 由于征退之间有差 所以你有一部分已经做进向转出了 可是现在一查出来 不应该退你的税了 结果现在怎么办呢 当时征是13 退税率是多少 10% 那你现在不符合退税的条件 你把当时退的那部分不得要补吗 所以问大家 该企业应补缴增值税是多少 所以在停止了出口退税权 对于之前的行为是要追溯的 对不对 已经退的 你必须要补啊 好 这道题大家会做吗 怎么来做 这笔业务不就视同为内销了吗 就你当初这50万的这个美元的这个货物 你是按照出口走的 现在你不符合条件不就视为内销吗 既然内销你不就记提销项税额吗 所以你汇算成人民币以后 你不就成13吗 可是你当时在办退税的时候 由于征退之间有差 你有一部分不是做进向税转出了吗 这时候你已经交了销项税了 那你已经转出的这部分进向 不就可以再转回来吗 当时转出的这一部分不就是征和退之间的差吗 这时候10.28当时是转出进成本了 可是你现在需要在交税的情况下 这时候你当期的销项税额中 就可以把这已经转出的进向税再转回来 允许作为可抵的进向税额 不就可以抵扣了吗 这样销减进 减完了就是最后你应该补交的增值税额 是不是这么一个路子 好了文字说完了 咱一拿这道题大家就明白了 什么意思 怎么叫已经转出的再转回来 OK好了 这就是一道题 这是说一般 那要小规模纳税人呢 大家看 不免也不退 那不就正常交税吗 那你要正常交税 不就是减一击税方法吗 你就拿离岸加除一加征收率再乘征收率 算出的一定是应纳税 就跟正常交税是一样的 OK这就完了 好吗 好这就是第六个知识点 很容易的 只免不对的和不免也不对的 这就是文字上的东西了 我们重点还是在免底推 后面两个没有退税计算呢 好了看 然后这个知识点 专门讲驻华石领馆的人员 在中国购买的一些货物和服务 享受离境退税 首先告诉你能享受退税的这些人是谁呢 是一 驻华石领馆的外交代表 就是领事馆的人员 二 这些个工作在石领馆工作的行政技术人员 石领馆工作的行政技术人员 特别说到如果是中国的公民 或者是在中国已经取得了永久居留权的人是处外的 所以他这些在中国的这个石领馆工作的一定是临时性的 所以至于说这石领馆可能还雇一些中国的一些公民来打工的 这个不能享受 所以一定是这些真正的外交代表 领事官员和这些个真正技术人员 所以才能够享受 能享受退税的货物跟服务是什么 第一个按规定是应该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一定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第三必须是生活办公类的货物跟服务 还修理修配 主要这是石领馆国内买的是一些什么呢 就是满足了日常的生活办公所需求的一些东西 你别作为投资啊 买大型设备那不行 他非常金额有限 就是满足消费基本的办公需求 这个才能够享受退税问题 买完了 买进的时候因为上加把税就转价给你了 所以可以退 好吗 然后下面明确选择题在这儿了 要求大家 一作为选择题 所以大家要记清楚了 你驻华石领馆哪怕是这些人 但你买下面这些东西不能适用退税 第一个不是用于生活用的 用于工业上用的机器设备金融服务 那你这就不是满足生活了 你这是做生意了 第二是非合理的自用范围内的办公类的东西 不是用于合理的 就是输额金额太大了 第三呢 注意单张发票 含税加不足800人民币的 一定记住不足800块钱的 那就是说还不到800 就甭退了 不值当的退你了 购买的服务单张发票金额不足300块钱的 这个就不适用退税了 所以退税还得要到一定额度 才值当的退给你 所以大家把这个800和300 货务是800 服务是300 记住了 小于这书 没必要退给你 接着 这些领馆的人员 个人买的这些 除了他的车和房租以外 每人每年退税的这个销售金额 如果超过了18万人民币的 超出的部分 就不能退税了 所以他退有一个最高的一个峰顶 就你买这个东西 只要过了18万 过出的那一部分 你即使交了税 也不能适用退税了 好 记住了 最后就是你买的东西 本身就是免税的 没人家上加根本就没交税 你也没承担税负了 不是用退税 所以这些选择题 不用死背 就理解了 然后刻意真正背的 就是这个数给记堆了 800 300 这个务必得记住了 这记不住最后考试时就错了 好 这是纯记的 OK 大家能够基本上清楚了 这是对于外国的使领馆人员 好吗 第二个再说的是 境外的这些游客到中国旅游了 旅游以后买了东西了 然后再离境也享受退税 你中国人到国外旅游的话 你离境回中国 他还退你了 这是国际惯例 第一个要知道了 退税的这个物品 都是哪些享受退税的 一定是本人在退税商店购买的 符合退税条件的个人的纯物品 就是为你满足个人生活的一些纯的 不包括下面这些物品 是不允许退税的 属于禁止和限制出境的东西 就是说 哎呦 你在中国买了一个什么 买了一个好一级保护动物的熊掌 你带出去 那绝对不可以的 第二个呢 是退税商店销售的是免税政策的物品 也就是你本身在中国买东西时 是在免税商店买的 既然在免税商店买的 他压根就没有税 所以就没有退税一收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两个啊 这个大家清楚就行 申请退税要符合的条件呢 大家以后知道 境外的游客同一天 在同一个退税商店买的这个物品达到500块钱以上 你要说哎呦 我就花了200块钱买一个小尼尔章 不值当的 这就不退了 至少500块钱的 第二个一定是没有启用开封的啊 所以大家要出去玩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们在国外免税商店啊 如果直接比如说就在那个到机场了 他不就有免税的东西吗 那么买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封闭好 这样吗 都是封闭条呢 那个千万别打开啊 封闭条封好你就直接上飞机了 下了飞机一定是没有拆封的 否则的话他可就不退税了 这要注意 第三离境日一直到距离你退税买的那个购买日 别超过90天 就是在90天之内 你当时很着急有事 所以你没有办理退税 那你在90天之内到海关区退税去 没有问题 别超90天就行 所以你看我们过去好多那些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那个好多那个带队的旅行社的那些个人 他们就靠这挣钱 也就是说他们因为在免税商店买了一些东西 买完之后呢 然后呢回头卖到国内 因为你免税的东西你到国内卖 它肯定就便宜啊 对不对 尤其是什么呢 就是烟 因为我们在买这个烟的时候呢 免税店买的烟是很便宜的 你要在商场里面买的烟的话特别贵 因为它有消费税在里面 但是一人呢最多能买两条 所以你看我们凡是什么 回来的时候 然后直接下了那个T2航站楼以后 第一项任务就进那个日上免税店 然后很多人就抢奸 其实那些旅行社的人他们都买 买完了他们再接着赚点小钱 所以这个买的时候 只要不超过90天 他都可以申请去办退税去 还有呢就是这退税物品是由旅客本人 要么随身携带 要么是托运出境的 这个才可以享受退税 好 你就把这几个简单看看 第一个500块钱记住了 小于500就别退了 第二个呢就是别超过90天 就从你买完了到申请退税啊 别超90天就可以了 退税率呢 是用13税率的货物 他退税率都按11退给你 是用9的他都是退你8% 这也是往下调低了 退税额记住了 就凭着你买的物的购物发票 含增值税啊 这时就含了 拿含税的金额 一定注意这时就别替税了 直接乘以退税率 就退给你了 好了 这要注意一下 这要考一个小计算单选题 大家要清楚就OK了 退税的方式呢 现金退你 银行转账 一般来讲退税额 只要没过一万块钱的 往往你就自己选 你就直接给我现金也行 打到你银行卡上也可以的 都行 好了 这就是初五退税 看完了吗 好 我们练练这道题 他说这是一境外的旅客 21年的12月份 到我们国家来旅游了 外国人啊 当天就在北京的一家退税商店 买了一件手工刺绣的围巾 送给家人准备 拿到了退税商店 当天给他开具的增值税普票 和相应的退税申请单 这张发票上写的 这个围巾呢 价税合计金额是900块钱 过500了 旅客呢 12月30号就从首都机场办理离境 并且办理了申请退税 这样在不考虑退税代理机构 手续费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旅客可以获得的退税 是多少 就拿含税的金额直接乘以退税率 就可以了 好了吗 好 所以这道题大家看 适用13的 直接就是11%的 因为你为亲普通的商品嘛 就是13 所以大家知道 直接拿含税的金额乘以退税率 就算出来了 记住了吗 好 如果这个退税率没给你 最好记住了 不就一个11一个9吗 那一个8吗 不就完了吗 好了 这道题会了吧 嗯 好了 很多学生觉得这一节挺难的 不难不难 一点都不难 而且呢 我们充提的概率 并不是很高 要凭我个人的这个经验的话 这一节出题的概率 也就30%的概率 而且主要出在小题 不会出大题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简单的做做刷出题就可以了 而且都是刷的是小题 我们整个这一节讲完了 我们要留住哪些东西 好吗 这个大家知道 我们呢 今后国家是鼓励您出口 甭管您出口的是 基本的货物也好 还是呢 您现在鼓励你出口的是服务 还是您出口的是无形资产 我们都鼓励你 鼓励你的政策是什么呢 你货物服务不一样 所以你享受的政策就不一样 但概括起来 我们采用的是三种 第一种叫既免税又退税 第二种呢 因为你的货物跟服务不一样 所以享受的只能是 只免税不退税 第三种呢 就是不免也不退 知道吗 那主要是因为国家 不鼓励你出口的 限制出口的 所以组织我们对于出口的 这些货物服务也好 都是三种政策 至于说各自三种政策里 适用的是哪些货物 哪些服务 我就建议大家不要记这些了 具体是哪些货物 无形资产民记不住 好了吗 好 我们的第二个重点 拿住的地方 第一点 在既免又退上 它会有计算题的 因为退你啊 所以退税额要清楚 下面 能享受既免又退的 一定要清楚 是两种类型的企业 第一个针对的是生产企业 第二个针对的是外贸企业 这两类企业 它是可以享受退税的 享受退税的条件呢 一定必须身份都抵制 一般纳税人 而且采用的一定是用 抵扣方法来寄税的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满足了这个条件 你才能够享受退税 而且对于生产企业 还得加一个条件 还得是自己产的货物 或者最多叫 视同为自己产的才行 当满足这个条件了 好 下一步才能退 等退的时候呢 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呢 学完要知道了 退是退 但是呢 退税的依据是不一样的 生产企业在退你税的时候 一定根据的是离岸家 来进行退你税 不能根据你当初购进的那个金额 来退你的税 为什么 因为你购进以后又进行了加工和生产 所以不能根据购进金额 外贸企业不是你购进什么 你就出口什么 所以在退你的时候 就是根据你外购的那个实际金额 来退你 这是差别地方 然后紧接着生产企业在退你的时呢 一定用的是免 抵 退 这种方法来退你 而外贸企业在退你的时候呢 俗行的叫免 退 方法来退你 所以方法还不太一样 好吗 但是 不管是生产企业的免底退 还是外贸企业的免退税 都会出现 如果你出口的是什么 是货物呢 还有可能还是服务 因为你一旦是货物的话 它最大的特点是 争和退 它就之间会有差 而如果是出口的是服务呢 往往是争 退 是一致的 它就没有差 这就是货物跟服务不太一样的地方 如果货物出现了争和退之间 只要有差的情况下 那就出现了一定 你交的进向税当中 一定不能百分之百退你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进向税的转出问题 转出什么都要进成本 所以就出现争的多退的少 但你要是出口的是服务呢 由于它争和退是一致的 所以它就没有进向税的转出 它就是交多少 退你多少 所以就没有转出的问题了 这是我们最后在出口退税 既免又退是要留住的 是这些东西 你把这些最基本的原理东西通了 剩下具体计算步骤 那就很简单了 第一步算什么 第二步算什么 是不是有免税购进材料什么的 这就简单了 最后起码得留住这些东西 好吗 好这是第一个 我们是既免又退的 那么第二个 如果享受的是直免不退的情况下 具体是哪些货物哪些服务 我就建议大家就算了 您最后留住的地方 就当适用这个政策的时候 主要涉及是什么 您的进项 怎么处理 用在了免税项目的这部分进项 第一 不可以抵 就不能抵了 当然也就不能退 您就直接进什么 就直接进成本了 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进项税底库是一样了 这叫用在了特定项目 免税项目上 好了 这就是第二个 要是不免不退的情况下 那我们最后就记住原理 那不就是征税吗 不就征税吗 征税的是 如果你是一般纳税人的话 那你记题的不就是消项税吗 你小规模纳税人 那您算的不就是应纳税额吗 就可以了 这就是整个的出口退免税 我们就围绕这三个政策 然后把它展开 各自适用的户是什么 各自适用的纳税人是什么 大家基本上清楚 难一点的就是在既免又退 所以把这种计算方法 大家只要掌握好了 OK 咱们就算完成任务 好吗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一节顺利的讲完了 好好回去消化去 做题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